和你都妄想世界了 今天好像普普通通的一天 今天星期六 其實都很精彩 每天發生著很多事情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這個台主要不是講經濟 其實是講道教和平日發生的事情 但是講著講著又越來越多 因為實在很多事情發生 昨天的股市做得非常之好 之前是部署 不是今天部署 為什麼我和其他人投資有什麼不同呢 我今天要講個秘密給大家聽 有什麼不同 還有買樓是怎麼看的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昨天說了 為什麼有個傻子 三百萬去買個車位呢 就是解構一下 問了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多一點資料 因為我這個台主要講一些真的 而不是把資料讀出來 或者去看一下賣地 賣得好不好 而推測股市 樓市會跌 不是這樣 那講好了經濟衰退去那邊 不是說很不行的 不是啊 美國呢 那個消費和就業都非常之好 其實 講好了經濟衰退去那邊 還有樓市是不是真的快跌一半 地價跌了一半 八成 有些人普通這樣看 我只可以說 就是太天真 就是想一些事情太 straightforward 你又不能怪他 如果他這樣看 一定會是樓市跌一半以上 但是其實 你那個 我也講了 你那個 你的地價創新高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 所以2017年 的時候 我就很小心 因為我都出了幾個地王 那時候投資 要非常小心 那時候 我有幾間 分公司 我都停了 一停 就這麼巧 剛剛 就差不多時間 就是 疫症 那些 因為高峰期 不會留得太久 但是好的地方 就是 低谷也不會留太久 那 尤其是高峰期 那些 就是 你買什麼都會升 不用用腦子的時候 已經過了 即是 接下來 就是我們要利用金融產品 這個是 很確實的 那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跟著 今天就講這個 還沒訂閱 記得訂閱 你外面都聽不到 沒有 沒有人會講真話給你聽 多數都是把這些資料翻讀 或者不用腦子 那樣把它讀出來 或者 就是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讀出來 其實你連不到整件事 所以 我就說 做不到的我教不到你 做到的我教到你 我Patreon 是全部講完 全數講完 究竟我怎麼做 最近在做什麼 我從最低風險 去到最高 超高風險 都有 即我什麼都玩過 即 無論車位 鋪位 電單車位 一些 死場的 不是死場的 我很多都玩過 最近 我玩金融產品 以及 超高風險 都有 昨天就非常之好 那個表現 那 昨天 有很多都升了一倍多 其實 但是 我是捱了 捱回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慢慢跟你說 那 有些做高息 28來 即我現在考慮做不做 但如果股市好的 我未必會做 總之 流動現金很重要 即 我是Patreon的朋友 你記住好好利用 我 全部 我所有東西 我都會教你 我都會寫下去 我每天都會做 每天都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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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其實是跟銀行拿價的 即不是 我們是主動 主動營 以及被動的問題 即 無論是投資產品 還是其他 我們主動去做 我們不是有事才做 我們計劃了 我們很清楚自己做什麼 我們逐步逐步 我打工第一天 我已經知道 我不可以長期留在這裡 去到我自己做自己的生意 然後 開始 有樽頸位 我開始要做其他投資 一路一路 一步一步 是很清晰地去做 好了 那為什麼呢 我給大家看成交 MONACO ONE 那個停車場 去到3.18萬 那昨天不是說說 那奧洲人 原來他是買了一個大單位 800多呎 他就是買GRAND MONACO 有三條 其實全都是同一個位置 他分了MONACO GRAND MONACO 以及MONACO ONE 還有前面那些獨立屋子,他買了八百多呎,應該接近二千多萬,二千二左右 然後再加多兩個車位一買,怕不夠,不知道為什麼,一買買兩個車位 每個大概三百一十多萬,買完一個還不夠,再買多一個,買了兩個 然後我們有查冊,看到他買多少車位,不能騙我們這些,這些就是真 這些是誰叫真呢,這些真是人家給錢真金麥糧買,三百萬個格,三百萬可以賣一層樓 很多人整層樓都沒有三百萬,這個人足足丟了,如果這樣加起來,我們計算過差不多三千萬 扔三千萬現金,買兩個格,和一間只有八百呎的樓,是不是不合理呢? 那你就去想,現在的市場好嗎?很明顯不好,為什麼這些人還這麼有錢呢? 所以你看到貧富懸殊是極之差距大 那次我媽媽跟我去收樓的時候去看,她說,為什麼差這麼遠呢? 貧富懸殊,一個就是屋子,一個就是普通樓,我住普通樓,他們住屋子 有些人真的這麼有錢的,所以你連樓,如果你知道奧運站也分的 帝風黃店比較漂亮,帝風黃店裏面還有兩三個是特別貴的,很有趣的 甚至是同一個盤,也有一兩支是專給一些尊貴的人士,因為他們特別在社會上 獲得更加多財富,那麼資本主義就是什麼?為有錢人服務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要說錢呢?其實不用的,快樂和錢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沒有什麼錢都可以很快樂,首先說這件事 追女生有錢就容易一點,沒有錢就一樣追到的,沒有關係的,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當作一個技術的話,原始人的技術就是打獵 現代人的技術就是投資,是一定要做的,因為這個是技術,是賺錢技術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就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最大的分別就是 資本主義是為了有錢人服務的,現在是沒有變過的,香港是極端化了 極端化到有人可以買一億的房子,有人幾百萬的,那你各取所需的 沒有說好和不好的,所以你不能去評論這個人,哇,三百萬的車位傻子 他真的有錢買的,他也願意去買的,對吧? 好了,那我們計算一下,應不應該這樣做 我們計算過,三千多萬,層樓租,現在放租的大概是四萬多 然後再加兩個車位,大概收到一條租,大概是一萬二 我們加起來,大概是五萬鬆一點,他用三千萬,大概是收到五萬多 然後,原來每個車的管理費呢,是一千多元 那這個房子的管理費呢,大概是三千多,四千 那你加起來呢,扣回六千,那其實他落袋呢,大概是四萬多 每個月,那你用三千萬,只是收四萬多元一個月,是非常之大 一厘多,那你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呢? 那這個就留給大家去想 那好吧,那接著呢,我老婆就在這裡說了,收到四萬多 我其實用兩三百萬,就已經收到三萬多 那因為他剛剛做了一個投資,大概是二十多 他沒有這隻,這隻是很高的,三十來 我還沒做,我還沒時間看,因為每天都有很多東西看 所以我還沒時間看,他扔給我,那個銀行那邊 那接著呢,他就做了二十多元 那二十多元呢,其實他已經收三萬多 就是不需要那麼多錢 其實我只需要那個本金,只是他們的十分之一 你不用三千萬,你三百萬左右 你已經收到三萬多元一個月 那這個就很好用錢了,用錢的能力是比較好 所以,投資是包括什麼呢,是包括你怎樣花錢 就是應該花的,你怎樣消費 或者你怎樣好好用錢來幫你做事 這個是最好的,因為我試過找人來幫我做事,很麻煩 我不是很喜歡夾人的 就是我其實呢,如果平時你見到我很少說話 你都知道,實際見到我很少說話 那我很喜歡,就是我對著大戲就OK的 我自己說得很流暢 那所以呢,那個分別在哪呢 就是怎樣去用錢用得更加好 還有呢,花錢更加有效率 這個呢,其實錢多少不是很問題 那所以呢,你去買什麼產品很重要 好了,那接著呢 我們去想呢 其實真的,買了收了是做不過 昨天我們抽了三百多票 那去不去看,去不去選擇呢 我現在下午才去看 就是我拿一張Price list 看看有多少,今次單位的數目 就是會是一個我的option 就是我不會排除任何option 因為我個人是這樣 我知道這件事不是那麼好的了 不過呢,有一看就先看看 我不會一開始有個喜好 就說,那樓市一定跌,買了幹什麼 或者那樓市一定升,快點買了 當時那個專家說樓市會升 那個地王產生 那你是不是真的發生呢 並不是啦,很明顯 那現在就算那樓市跌到低位 那是不是代表將來不會好呢 又並不是啦 所以呢 我就怎樣都會看的 那但是,這個後話啦 就是下回分解 那所以呢,我看到三千多萬 你收的息跟我 三百多萬收的息其實差不多 那為什麼很多人不做呢 就是只不過呢 他不知道有這件事而已 我告訴他 我叫你,根本不應該買樓收租 好了 那另一件事啦 這個純是計算的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忽略了這些機會 因為他從未計算過數 他只懂得聽那個感覺 很多人都是這樣 一感覺,哇,這件事好啊 就馬上衝去買 那誰知道通常都是最後的爆發了 已經是不停地跌 那有些人又說,哇,聽完這些消息不好啊 那就馬上沽了些東西等等 或者有些人聽到,啊 移民好啊 那他就馬上賣完所有東西就搬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那情緒影響你的投資 不是真的呢 你很清晰地做的 那我自己做呢 就是很清晰的 無論我市況很差呢 就是上一陣子是天天地跌呢 其實我是在收集貨 如果你在Patreon裡面知道 我收集什麼 那我收集貨 所以呢 我唯一跟人投資不同 就是我真的有計劃 這個計劃很重要啊 大部分人呢 你想想,什麼時候買樓 大家有沒有想過 大部分人買樓呢 就是 快要結婚啦 女朋友說要結婚 不結就要結婚了 那你樓都沒有 那麼 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 土地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們 這個概念呢 我告訴大家 全球都沒有的 你拿一個概念 拿去加拿大 拿去日本不行的 買樓就不行的 租就行了 他們也沒有儲蓄 這個所謂 雜性的不同 所以呢 我說 為什麼要買香港樓 香港樓就是 香港和中國人 才會這麼重視房地產 其他地方是不行的 所以 所以 重點就是 是這裡 所以 你不可以這樣 他說 他一定會這樣 你可不可以改到 你爸媽想的 什麼 他喜歡買啊 吹啊 這個就是 最重要的 為什麼房地產有支持 就是 他們的概念 是這樣 那 爸媽才是做事 如果給你的 是不是 如果給你的 我有幾千萬 我當然要炒Bitcoin 變成幾億 但是 實際 那些錢是父母的 對不對 不關你的事 他們不會 拿幾千萬來炒Bitcoin 他們 有錢的人 他喜歡房地產 他都仍然會買房地產 所以你就算怎麼叫 說沒用 廢 那些人都會買 對不對 因為他根深替故的概念 就是買房地產 我不知為什麼很多人分析 當然沒有說這件事 只會拿些 拿些 這個地不行 那個 這裡不行 那裡不行 真是浪費 我不知道為什麼 想事情會這麼 這麼 這麼BB 就是 你做人都不是做了 短時間 就是 這個社會 不是你這樣想的 是不是 大部分人不是這樣想的時候 那就變成得利是另類了 就是 好像現在的情況 個個都是這樣想 那就得利是另類 通常投資就是這樣 有眼光 有軟件 有計劃 大部分人買房地產 都沒有計劃的 要結婚嗎 就去買 要什麼 他不是一早就去計劃 那我跟普通人有什麼不同 其實很簡單 唯一一件事 就是 我現在做不到的事情 我只會說 我暫時做不到 我不會想 我永遠做不到 我只不過暫時做不到 我一定想到方法怎麼做到 所以 再說回來 不是一定要很多財富 我當財富只是一個遊戲 我只不過玩一個遊戲比較好一點 一點點 我只是一個半自由人 你說半自由人 我也要上班 打理自己的東西 但是半自由人 變了時間 讓我使用 讓我自由一點 我相信 每個人都比我好 我叫Patreon加入了 就是請你想多些東西 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就不要經常在一種的投資品 我通常都是這樣 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投資品 也遲些會 有些是另一類的 其實也挺好的 也不是Bitcoin那些 我有空再說 那就是說 你不停學習新知識 了解社會發生什麼事 貼近市場 這個才是真的賺到錢 因為 當你的想法 是你自己想的 而其他人都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自己落後了 這個就是重點 還有好好計劃未來 一早就已經計劃定了 就不要去到有需要的時候才要去做 另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永遠都覺得自己做到 不過還沒想到 我通常都是這樣 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當年很多人就燒炭了 因為過度借貸 買了太多的物業等等 這個也要小心 不是說沒有 負資產其實有很多出現了 但是 當年的燒炭 沒有 這幾年都沒有 最差的兩三年都熬了 但是當然 我不是說他馬上會大反彈 但是 並沒有當時所謂的經濟追退 那些人要很不行 那些 當然始終是有人喊不行的 總之 理財要審實 都是去到最基本的 就是當作一個遊戲這樣玩 第一個遊戲就千萬不要過分地 搞到自己搞不定 所以我投資通常是很輕鬆的 真的是閒錢 閒錢到不得了 真的 不會怎麼用的才可以投資 大家都謹記這個 審慎 你走一步 想清楚才做 如果覺得有用的話 讚嘆分享給朋友 下面留言討論 去想清楚你有沒有計劃 你沒有計劃 是不行的 不是說 你 你不理財 不理財都可以的 年青人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有計劃 你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接下來 這幾年 會怎樣做 有一個清晰的 生涯規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生涯規劃 你個人亂七八糟 無論是家庭 事業 其他事情 都不會有任何的進展 因為你自己都不知想怎樣 很多時候 你都是情緒 我喜歡 那就做這件事 不喜歡 又不做 不是這樣 情緒要很穩定 你喜歡不喜歡 都繼續做 還有 了解多一點才投資 我希望這個對你有用 還有啟發到你想其他方法 簡單來說 人的差異就是他思考的模式 並不是和他的能力有關 如果你想支持一下 真心支持一下 也可以在Patreon 最低是一元一日 其實很便宜 我也不是騙人 我收你幾萬元一個Course 不是這些 每天分享我自己發生的事 還有一些有趣的事 其他 這裡不能播出 還有道教 我又不說得那麼清楚 那我就分享在裡面 還有 我的所有的事 我知道所有的事 我都放進去 記住 大家 我希望這個可以幫到你